崇祯皇帝制偶俭继位时,大明王朝已是病入膏肓,全国各地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,山海关外的后京政权蚕食辽动,国家财政陷入枯竭,励志腐败达达到了前所有的程度。 内忧、外患、财敬、励志就是崇祯皇帝继位时期待解决的四个问题。 这对于年轻且没有任何治国经验的崇祯帝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。 如果能解决以上几个问题,那么毫无疑问,大明朝或将进入中心局面。 事实证明,崇祯帝虽然历经图治,但忠他一生也没有完成这个任务,而且崇祯帝执政的17年中还犯了不少错误,有些还是致命性的错误。 可以这么说,即便崇祯帝没能挽回王朝衰败,但只要他处理得当,也不会那么快就灭亡,更不会落得吊死美山的厄运。 总结起来,崇祯帝犯了三个不该原谅的错误,其一,放虎归山。 崇祯四五年的时候,农民军的实力已经相当可观。 据史料记载,农民军的总兵力达到了20万,这一时期,农民军人数虽多,却都是各自为战,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部署。 崇祺量就是一个松散的对抗朝廷的联盟。 这些农民军中,以李自成和张献忠所部军纪最好,战斗力最强,因而虽几经挫折却能日益发展,终于成为农民起义军中实力最雄厚的两支力量。 崇祯六年,各部农民军从山西翻越太行山,进入北直立南部和河南北部的平原和山区,朝廷调集了河南、河北、山西、陕西四省以及金银官兵三万多人对农民军进行围剿。 这一次朝廷的部署很得力,农民军各部建立失败,面临全军覆没的绝境。 这时,各部农民军首领为了保存实力,决定接受朝廷的招服,其中就有李自成、张妙首等著名首领。 民军主将王浦以及监军太监杨靖以为大功告成,立即向朝廷奏报,并命令各军没有得到命令之前不得对农民军作战。 谁知农民军是诈祥,为的就是争取时机,在民军停止为教得以喘息之后,各部农民军于十一月末趁着黄河冰封,突然跨越黄河进入到中原腹底。 等民军反应过来时,已经来不及了。 宠正七年五六月间,以张献忠为首的几股农民军大约四万余人,在汉中浮以东的山区被民军包围。 由于地形狭窄,张献忠不面临被全奸的禁地。 就在此时,张献忠等人再一次诈祥,提出愿意招安,将农民军解散回家种地。 按说朝廷已经上过一次当,就算张献忠是真想,也要认真对待。 陈其余上奏朝廷后,得到了成真帝的批复准与招降。 使之,张献忠不出了包围圈以后,就把带队的安抚官或杀或绑,然后接连功课奉献和宝击,向甘肃地区转移。 李自成、张献忠这两个最主要的农民军领袖,都曾被官兵逼得走投无路。 崇祯帝缺乏的就是一个帝王应有的杀伐决断,如果他下令将主要的农民军将领就地正法,那么农民军就群龙无首。 这个难题就会迎刃而解,这是崇祯帝犯下的第一个失误,也是丧失的第一次机会。 其二,自毁长城,从万里晚年开始,后京政权不断崛起虎视辽东,自萨尔虎战败后,明军由原先的攻势转为首势。 天启时期,明军在辽东地区接连失利,即至宠征继位后,后京政权与农民军已成为大明王朝的两个心腹大患。 朝廷先后任命的几位辽东主帅,因朝廷内部的侵诈党争,都没能阻止后京对辽东地区的蚕食,甚至一度逼近山海关。 八旗冰封直至关外,宠征继位后,启用袁崇煥,任命袁维兵部尚书兼幼副都御史,都师济辽,监督登来天津军务。 不久,宠征立幼在平台照,对袁崇煥,四旗上方宝剑,袁也承诺五年赴辽。 袁崇煥主持辽东军务后,明军的纪律和战斗力大有改观,在宁愿一战中打破了八旗不可战胜的神话,并炮伤天命喊诺尔哈赤。 不久后,诺尔哈赤去世。 这个局面得来不易,此后的数年间,袁崇煥先后收复不少师弟,而此时,后金内部由于皇太极刚继位,政权不稳加上蒙古、朝鲜,左顾右叛持观望态度,行事对明军极为有利。 然而袁崇煥在辽东建功立业却犯了崇祯的忌讳,在猜疑心的驱使下,崇祯认为袁崇煥在之前不请示,不汇报,就擅自诛杀毛文龙,并在皇太极进犯金师时,持缘不及时,甚至还怀疑袁崇煥暗通后经,与后经暗中达成协议。 种种猜忌,致使崇祭自毁长城,他将袁崇煥召回金师,隶属其种种罪行,最终将袁崇煥凌迟处死。 虽然袁崇煥所说的五年复辽有点吹牛的成分,但不可否认,只要袁崇煥坐镇辽东,就能有利亲治皇太极,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以保持军事上的平衡。 如果此时的崇祭能够在数年的时间内肃清农民军,再用上几年时间续养生息,那么就可以腾出手来解决辽东问题。 一旦这样,不敢说崇祭可以荡平后经,但以大明朝地域之广,人口之多,长期对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,而形成对峙局面,对后经来说则更为不利。 其三,迁都未果。 时间到了崇祭十六年的时候,形势已经十分危急了,在此之前有不少朝臣建议将朝廷迁往南京,事实上,关于迁都的问题一直争论不断。 崇祭是个爱面子的皇帝,认为祖宗定下的天子守国门的组制不能违背,因此在迁都问题上犹豫不决。 崇祭十七年,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立大顺政权,农民军一路北上直到北京城。 这年的三月也是崇祭帝南迁的最后机会,一旦李自成破了居庸关,再想南迁已经晚了。 崇祭帝自己是倾向迁都的,可是帝王的尊严告诉他,抛弃宗庙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,总是需要大臣提出来,然后自己做出一个半推半就勉强统一的姿态。 可是崇祭帝自己忘了,之前已经有很多大臣替他背了黑锅,而这些效忠他的人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,何况迁都关乎国家命运,一旦哪个大臣在这个节骨眼提出迁都,事后遇使言官们要是以抛弃宗庙之罪加以弹劾,这个罪名是也承担不起。 所以,满朝大臣尽管都偏向迁都,却没人愿意当这个替死鬼。 既然大臣不发表意见,崇祭帝自己就更不好提了,迁都的最佳时机就在君臣离心离德的内耗下转瞬即逝。 崇祭帝如果能当机立断迁都南京,那么历史必然会改写,与此前的北宋南迁不同,南京是太祖建立大明朝的根据地,后来成祖迁都北京后,南京的规制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变化,作为陪都南京已经延续了两百多年。 关键的问题是,江南一带是国家的浮水中心,又驻扎着数十万的军队,手里有钱又有人,外加一个长江天险。 不管是农民军还是八旗军,要想拿下江南绝非易事。 崇祭帝南迁后,极有可能出现离子城与多尔滚在北方对峙的局面,所谓两虎相争必有一伤,崇祭只要抓住有利时机,复都北京也不是没有可能。 在内政上,崇祭的错误是急于求成,古语说得好,心急吃不上热豆腐,心急之所以吃不上热的豆腐,就是因为豆腐太热容易烫嘴。 崇祭就犯了这个错误,想吃下大制这块热豆腐,结果心里一急就把自己给烫了。 比如,一开始崇祭历经图治,他自认为干了很多事,证据应该立竿见影才对,可结果却是一点起色也没有。 当时的崇祭内心是失落的,他没有考虑到古人给出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告诫,而是把责任全归咎于大臣们的无能,于是他就走马登寺的撤换大臣。 据史料记载,崇祭在位17年,换了内阁大学时就多达50位,被关进监牢的三平与上的官员有145人。 对此,张黛评论道,先帝教育求智,克于理财,可于用人,骤行于法,已至17年之天下三番四复,膝盖昭更。 耳目之前尚有一番变革,向后撕之,弃无一用,不亦枉此17年之在。 正是崇祭的急于求成,频繁更换官员,朝令夕改,在自我的不断否定中,白白浪费了17年宝贵光阴。 而官员们朝夕不保,哪里还有心思去撕保家卫国之策,大多把心思花费在如何自保上。 崇祭帝是太祖,成祖之后,大明最勤政的皇帝,生活方面也比较简朴,也不惜女色。 要是在太平时期,她应该是一个合格的守城皇帝。 无奈崇祯,生不逢时,没有赶上好时候,加上她性格急躁,优柔寡断,猜疑心重,好面子等缺陷, 注定了在大明王朝即将颠覆之时无法力挽狂澜。 前面所提的三个失误,又或者说是三个机会中,哪怕抓住一个,也不至于会掉死在眉山上的那棵歪脖子树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